陈氏太极双刀 双刀套路共三十五式布局合理 衔接紧凑 刀法清洗 用法逼真 它以劈砍撩挂扎截蓝牙 推磨横架及五花等刀法 结合陈氏太极拳 舒展大方的身法 灵活稳健的步伐 将陈氏太极拳刚柔相继 快慢相间 松火弹抖的特点 表现得淋漓致尽 双刀套路练习 要求身法协调一致 刀与步伐密切配合 固有单刀看守 双刀看走之说 这就强调了练习双刀时 步伐的重要性 要想练好步伐 必须以拳术套路为基础 有了扎实的拳术功底 练刀死才能真正体现出 刀如流水 步伐如飞 缠头国脑 快速有力 气势磅礴 刚柔相继的风格特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边讲双刀分解动作 前三个动作 刚才已经演示了 第一个动作 双刀起势 然后两刀向前画弧 上步 然后重心前移 跟着 上了以后做朝阳刀 朝阳刀下边 有全五花朝阳 全五花朝阳 一 二 三 四 转过方向 从这个地方劈刀 然后再向右转 然后再向右转 二 三 四 从头上缠过 做朝阳刀 然后把这个再做一次 一 二 三 四 然后回来 然后回来 二 三 四 缠头 第三个动作 要切三刀朝阳 就是上步 切刀 擦步 然后转身 再 跳步 切刀 转身 转三个 再跳步 再转身 然后一刀 掉步 转身 做朝阳刀 下边动作 要一刀右步 在做一刀要步的时候 就先砍 左刀 左刀 然后向右转 上一步 再上步 再转身 这样再转身的时候 左脚 向前 盘步 向下 做盘 做盘步 一刀要步 然后上三刀 上三刀 是刀 右刀 向左砍 左刀 向右砍 然后再砍过来 要上三刀 下边动作 验别金刺 这样把刀收回来 虚脚点地 验别金刺完以后 叫孤雁出裙 就是向前跨步 向前猛刺一刀 这叫孤雁出裙 然后黑熊翻背 就突然转身 刀穹上 轮披 跳步 转身 回来 便朝阳刀 刀 项刀 相当 证明 刀 一刀 一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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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